大家好,我们又见面了 今次又介绍一支 细装的香槟 这支香槟 我自己在这个Cuve 第一次试 这个装是Louis Brisson 它是Cordi Bar那边 它是阿布那条村 通常那边大家会种回 主要是种回Pinot Wah 这一间装 今次我介绍的这支酒 年份是2017年 提子方面 不是完全是Pinot Wah 它亦有50%的香槟 即是50-50 我也不知道它是什么情况 所以买回来试一试 这支作为一支Venet Champagne 原价也不算很贵 原价也是四百多元 我觉得还可以 但今次突然间代理 就做了一个很优惠的特价 其实就不用300元一支 我一见到 立即买几支回来试一试 又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看看它是什么情况 这样它 在阿布这个村的泥土方面 其实它主要是 已经是珠楼几时来的 它主要是有砂糖 还有一些 一些我们那些叫做Fosal 有很多的蚝壳 那些很小的 其实它的泥土 就和Berrande Chablis 区 其实是很相似的 今天就倒了出来 其实颜色也挺金黄色的 颜色也挺金黄色的 那些不是极度活潑 那些 你看到它也很滑稠地慢慢走上来 那再闻一闻 那再闻一闻 你会看到 其实你也闻到一些很香的 它们的芝麻 然后还有一些 你闻到一些芝麻 有些香草 有些少许甘草 然后你闻到 还有少许甘草果 其实这个香味也很吸引 就是一些较熟一点的果 它就不是一些 好像Cordet Blanc 那些很清新 很鲜色的那些香味 你会感觉到它的香味是沉实很多 有些力量感是较为重新一点的 这些酒也挺好 你除了一些较熟一点的果 其实后面 你会慢慢闻到 有些濕石头 有些材料的味道 然后有一些花香 花不是白花 有些黄花、香草果那些花 香味也挺吸引 然后现在在口试试 口的酸度也挺好 你会感觉到 它又不是一些 我们平时的很柠檬的那些 口试试试试试 它主要是一些西柚 有些黄西柚 又有红西柚 然后再慢慢在后面 后面才感觉到一些柠檬 走出来 然后你会闻到 口他的在口有点香叶 就是有些泰国的香叶 这些酒其实也挺丰富 然后你要慢慢感觉到 面мотри致的勺ol 有很多 面мотри致的 Boot 不像Cord de Blanc那些 比较小 相对于你喝的水素 会感觉到有点粗粗的感觉 不是一些很细的水素 是有些质感的水素 我觉得实际上也挺好 我觉得它做得也不错 好,酒越开越来越好 第一口感觉到开始比较淡 然后第二、三口感觉 在口中的果汁慢慢开始爆发 现在还有些Grafa 那些,上支酒都非常豐富 如果没有记错的酒 好像是零度测试 是的,真的是零度测试 没有记错 本身是2017年 它是2018年入津 刚好似是去年才逃淡 是的,去年才逃淡 去年10月才逃淡 也有差不多五年 所以这支酒都 你这样的果汁也挺豐富 我觉得这支 就算没有特价 就作为一支四百多元的香槟 我觉得 你由它的造工 你感觉到它的力量感 以及它的丰富程度 我也觉得这支酒 也绝对值四百多元的 若然如果这次 代理不知为何 做了一个不用三百元的特价 我觉得真的非常适合 这样就 讲了一点点 其实这支酒 2017年仍未是 货币的 其实它那时就正逃淡 当它去到2000年打货之后 它推出的香槟 就会变成货币的 大家我觉得 都可以留意一下这支酒 今天分享差不多了 多谢大家 这支酒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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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转发 请不吝点赞 订阅